康熙皇帝一生有四位皇后 依次为贺舍礼氏、牛谷鹿氏、童家氏和乌亚氏 第一位贺舍礼氏是康熙十二岁娶的结发妻子 生下了皇子成户和印人 第二位牛谷鹿氏当皇后不到一年去世 没留下子嗣 第三位童家氏只当了一天皇后就去世了 这样看来康熙皇帝的第二位和第三位皇后 在他生命中就像匆匆过客一样 积不起多大的涟漪 第四位乌亚氏算是最有福气的 他出身不高 最初还没任何名分 但一生为康熙生下三子三女 其中就有皇四子印珍 也就是后来的雍正皇帝 最终活到了六十三岁 但乌亚氏生前最高位分只是得飞 他被封为皇后是母以子贵 是雍正后来为生母追风的 那康熙为何不将生下三子三女 为皇室子嗣繁衍 做出巨大贡献的乌亚氏封为皇后呢 因为在康熙心目中 他一生敬爱的皇后 只有贺舍里氏一人 即便他去世多年也依然放不下 哪怕他生下的太子印仁 一再犯错也不忍废掉他 这都是因为贺舍里氏 那贺舍里氏为何被康熙一生敬爱呢 原因很现实 所加为大清王朝立下汉马功劳 清朝自努尔哈赤开始 就开启了政治联姻的先河 到孝庄太后时 毫无疑问也会如此实施 孝庄是一位极有政治才能 着实远见 多次力挽狂澜的传奇女性 她历经多潮 抚养教育两任皇帝 尤其对康熙皇帝倾注了全部心血 顺治皇帝24岁为董厄妃之死 而撒手陈寰 自年12岁的康熙即位 由于父亲专宠董厄妃 对三阿哥康熙并不关心 只有祖母教养他 辅佐他成长 孝庄悉心抚养康熙到12岁时 就想着为孙子选后立妃 好让自己的孙子亲政 古人十三四岁 谈婚论嫁实属正常 孝庄太后为孙子选皇后 着实费了好大一番心思 当时时局不稳 孝庄想到了政治联姻 在三个皇后候选人中有 敖拜的女儿 厄碧龙的女儿和索尼的孙女 显然 选哪一位都将导致其家族壮大 而当时的辅政大臣就有敖拜 厄碧龙 索尼和苏克萨哈 该拉拢哪一位呢 孝庄开始全谋了 四位大臣中 敖拜势头狂妄早已显露无遗 且最为年富力强 野心不小 孝庄早已洞察 她的女儿当从名单中第一个被踢除 厄碧龙资历最浅 同时也是一个两边倒的墙头草 最不能倚重 但又不能置之不理 因此她的女儿可为妃 但不能为后 第三位就是顾命大臣之首索尼 索尼年迈 虽对汉臣有所排斥 但对清廷绝对忠心耿耿 且索尼对敖拜专权也很有意见 这对想要对付敖拜的孝庄康熙而言极有利 孝庄太后经过一番深思熟虑 各方权衡之后 为了笼络老臣 制衡敖拜 她舍弃了太祖定制的满猛联姻国策 最终确定立索尼的孙女为皇后 让十二岁的康熙娶索尼十三岁的孙女 将来生下两家血脉的孩子 由此看来 康熙的婚姻的确是一桩名副其实的政治联姻 当时十二岁的康熙也是极不情愿的 年轻英俊的少年天子自然有着天然的期待与梦想 不喜欢仓促完成自己的终身大事 但她是祖母亲手调教出来的 她独手笑道 只把不情意埋在心里 接受了祖母为她选的皇后 毕竟国家大事面前 大局为重 事实也证明 祖母的决策是正确的 来看看为什么是正确的 赫舍李氏 生于1652年 满洲正皇旗人 父亲是内大臣嘎布拉 爷爷是辅政大臣之首索尼 叔叔是义政大臣索额图 可谓满门显贵 在努尔哈赤与皇太极当政时 索尼家族屡见战功 索尼对顺治忠心耿耿 他曾任内大臣兼义政大臣总管内务辅士 在辅佐期间又忠实支持孝庄 以确保年幼康熙的皇权 尤其在与不可一世的敖拜的斗争中 索家立下了汉马功劳 为康熙皇权的稳定起到了极大作用 虽然后来索尼去世了 但他的二儿子及赫舍里士的叔叔 索额图起到了关键作用 因此娘家的强大与忠心 也为赫舍里士赢得了 在康熙心目十分敬爱的地位 当然索家的功劳只是其中之一 赫舍里士本人也很重要 一母一姐的角色 夫妻恩爱 1665年 十二岁的赫舍里士嫁给了十二岁的康熙 在大婚当晚 康熙虽有些不情不愿 但当揭开红盖头 看到顾叛神妃 端庄沉静 纯真美丽的赫舍里士时 一下就被他深深迷住了 觉得这正是理想中的皇后 康熙认为自己娶对了人 对祖母很是佩服 婚后 两人十分恩爱 间谍情深 如娇似妻 由于女子比男子早熟 赫舍里士既是一位年少的皇后 又充当了康熙姐姐或母亲的角色 她温柔贤惠 把康熙照顾得无微不至 康熙的童年经历是颇为不幸的 小时候父亲顺志并不喜欢她 她的母亲是顺志不喜欢的 庶妃童家时 八岁时父亲去世 九岁时疼爱她的母亲也去世了 母亲去世时 她日夜守在床边 滴水未尽 不停啼哭 直到她晚年时想到这一幕 还无不悲伤地说 她在父母膝下从未得到一天的欢愉 因而称此阵六十年来抱憾之处 虽然她的童年有祖母照顾 但早年丧母的她多少有些缺乏母爱 有所谓的恋母情节也很正常 因为一个人的童年经历极可能影响一生 康熙与赫舍里士结婚后 非常享受妻子的照顾 妻子在她心目中的地位非常重要 康熙也一直对她怀着一种非同寻常的感情 婚后四年即1669年 这年康熙十六岁 十分具有特殊意义 因为少年天子在祖母及所额徒的帮助下 铲除了全清朝野的全臣敖拜 真正实现了亲政 不仅如此 几个月后 皇后赫舍里士生下了她与康熙的第一个嫡长子成户 康熙欣喜万分 因为她第一次当上了父亲 又实现了亲政 皇位后继有人了 但是好景不长 四年后 四岁的成户不幸夭折 父母对第一个孩子一般都倾注了全部心血 孩子的去世对贺舍里士与康熙已沉痛的打击 贺舍里士悲痛不已 整日郁郁寡欢 康熙悉心安慰她养好身子后再生皇子 由于夫妻二人都很年轻 两人感情又极为深厚 终于五年后 贺舍里士又生下一个皇子 但是很不幸的是 这次她却付出了生命的代价 她生下皇赤子印仁之后 当天就去世了 年仅二十一岁 康熙悲痛不已 当时正处于三番叛乱 封烟不断之中 六月皇后临产 按儒家之说 如不生下一位男性继承人将被视为最大的不孝 此前半个月容非生下一子 但出生后就死了 因而皇后贺舍里士迫切希望 生下一健康男孩 最终皇后于上午时时许不负众望 完成了愿望 生下一名男婴 取辱名宝城 就是保证成功的意思 说明皇室对她寄予了厚望 又按清宫皇子辈份取名为印仁 原本康熙因皇后产子大喜过望 然而就在当天下午 皇后突然崩世 她欢快的心情因皇后的抱足而烟消云散 继而悲痛万分 康熙绰朝五日 一个月后追到贺舍里士 表彰她刻尽成效宽人代下左连内置 游及敬秦等 贺舍里士以生命的代价换来了印仁 因此康熙对她的情感 是十分矛盾与复杂的 她一是责怪她生儿克母为第一大 不孝 一方面又对她格外怜惜 毕竟康熙也是幼年丧母 于是康熙把对皇后的全部情感 都倾注在了印仁身上 对她非常疼爱 甚至有时还很骄纵 康熙甚至还在贺舍里士弥留之际 就慌忙下照例她生下的这个孩子为太子 已是对她的敬爱与尊重 康熙一生有数十年孩子 但最爱的还是印仁 不料印仁却一直恃宠生交 一再犯错 而康熙也总能原谅她 不忍废掉她的太子之位 这就是看在她的生母贺舍里士面上 就这样一直到了康熙晚年 太子印仁仍然不断犯错 越来越不成器 康熙还是有所犹豫不决 最终为了天下苍生 康熙终痛下决心 将对皇后的爱及对索家的感激 放在一边 废掉了印仁 由此进入九子夺嫡时期 最终康熙立皇四子印珍为皇位接班人 也就是后来的雍正皇帝 其实印仁之所以有这样的结局 与康熙的骄纵无不相关 其实冠子如沙子 你爱孩子就是毁孩子 可惜贺舍里士一生贤惠 去世太早 留下唯一的孩子 却如此不成器后 如果泉下有之 必定大为遗憾 贺舍里士出身显贵 虽与康熙是正直联姻 但却相当完美 他与康熙感情深厚 相如已末十年 生下两皇子 无奈红颜薄命 年仅二十一岁 生下次子就早逝 贺舍里士本该拥有完美人生 无奈福分太薄 但作为康熙的结发妻子 第一位皇后 康熙对她一生敬爱 念念不忘 她也算不枉这短暂的一生了 康熙虽有四位皇后 但最为敬爱的 也是她心中的白月光 就只有贺舍里士了 第二 三位皇后 根本就是人生过客 没什么情感 最后一位 还不是自己封的 可见贺舍里士 影响了康熙一生 而相比而言 庸正的母亲德飞乌亚士 反而是最有福报的 生下了三子三女 包括庸正 又活到了六十三岁 因此 在凶险万分的深宫之中 活得漂亮 与活得壮烈 并不是本事 活到最后 笑到最后的 才是人生赢价